這是高雄來的35歲林小姐 她曾經在高雄地區的一家一協中心 做一次試管營養兩次子日都供估 那她就在網路上找到 保養副展開的資訊都來找我們資訊 我們幫她第一次取卵 她有三個受精 但是受精的狀況並不理想 後來她又取了兩次卵子 但是我們 她在一協中心成功 失敗很奇怪 所以我當然就專業的敏感的 秀傑幫她做了免疫檢查 真的是TNFα很高 我只7.3 所以這一次我們累計兩次的取卵的配胎 要組的時候 我搭配了 風濕免疫科的免疫球蛋白在打 那她今天來驗孕成功懷孕 她的抽血子是399.5 她只是四個配胎 就是等於放棄補助的概念 恭喜林小姐不遠千里 你從高雄市來 所以有時候有些病人就說 我是台北 好像是距離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說你隔壁的小王 那一家婦產科醫師 三次五次都沒有讓你成功 隔壁的那一家一切中心 讓你三次五次都沒有成功 來博恩婦產科 像這位林小姐一次就成功 那請問 哪一家市管銀河中心才是你 距離實現求職夢想完成的 比較近呢 當然是帳號官婦產科比較近 而不是隔壁的那家一切中心 我現在講的距離不是地理上的距離 而是求職夢想的到達的距離 我現在的譯indo 感谢观看